大王的好帮手 尼克尔森终于归队 尼克伦到福建队翻身了 因为他们沉寂的时间也太久了 毕竟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他们取得了11连败的战绩 这个战绩的确是让不少人大抵眼镜 很多人实在是不理解 王哲林与陈林彦这两人究竟是怎么了 尤其是王哲林 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很明显他不在线 而且他的表现与以往相比的话 差的太多太多了 但熟悉王哲林的粉丝们应该都知道 想要让王哲林达到百分之百的输出 一名强力的后卫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在目前的福建队中 由于劳森的离队 目前后卫的职责也只能由 徐明志与汤杰等人扛起 但很明显 这几人还无法撑起福建队的外线 甚至很多时候都无法突进这对手的篮板禁区 由此 王哲林在很多时候都扮演了他们的角色 自己强行突破是对手的篮板禁区 但对手只要查击到他有这个动向 至少会有两到三名的球员来重点包夹他 所以他很难受 但尼克尔森规律后 这种情况虽然无法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但至少他们的内线可以确保无忧了 接下来 他们也可以将精力完全投入到进攻当中了 想要得分 也只能进攻对手的篮板禁区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就看伍西尼提是采用何种办法来打破目前的僵局了 但在我看来 这也许就是伍西尼提的一个机会 毕竟尼克尔森证明大外已经规律 自此内线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 至于进攻方面的问题 像现在经过了将近半个多月的窗口气候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缓解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 谢谢大家